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就忽略了改演员后来的其他的作品 明星虽然已经长大 但至今还是被困在了童星时期出演的角色 这件头疼的事情 曾经或者说正发生在哈利波特演员丹尼尔·雷德克里夫身上 提到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的名次 很多人估计都不是很熟悉 但如果一提到哈利波特 估计看过电影的粉丝都能会知道 当年选角结果一出来 大部分的书粉都觉得 这个小男孩的形象 完全符合他们心中的那个经典角色 电影从2001年拍到了2011年 人们对于他的印象 也锁在了那个手拿魔杖的年轻人身上 然而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却一直努力让人们忘掉那个过去的他 1989年7月23号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中 他的父亲叫艾伦·乔治·雷德·克里夫 从事文学作品出版代理人的工作 他年轻的时候也演过戏 在1987年时 还与哈利波特中饰演麦格教授的马吉·史密斯 在电影中有过合作 丹尼尔的母亲来自一个犹太家庭 小时候随家人先后移居立陶宛、德国、波兰 最后定居英格兰 尽管丹尼尔并不信奉犹太教 但因为妈妈的关系 他常说自己是个犹太人 也因为此 让他更相信这世界真的有魔法的存在 同哈利波特一样 丹尼尔也是家里的独子 因而他与父母的关系非常亲密 丹尼尔在采访中曾说过 他的父亲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工薪家庭 而母亲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 在母亲的培养下 他爱上了读书和戏剧 在出道之前 丹尼尔在学校里只是一名很普通的学生 学习成绩一般 他说自己既不是运动型的 也不是学术型的 他也不喜欢学习和上学 出道以后最开心的就是拍戏 就不用去学校 所以大学时 他没有读完就退学了 但是感觉自己在学校 什么都做不好的丹尼尔 到了偏长 却能够迅速成为最闪亮的焦点 在他五岁的时候 有一次看了阿拉丁的儿童剧 他对妈妈说 我想当演员 妈妈果断否决 不 你不想的 丹尼尔说 妈妈之所以反应那么强烈 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表演的经历 而且那些经历都不是很愉快 所以他们对拍戏这件事情 非常的谨慎 但是机会却总是自己找上门来 因为爸爸妈妈的人脉关系 丹尼尔十岁开始就出道拍戏了 在电视剧《大卫·科波菲尔》里 他出演了幼年时的《大卫·科波菲尔》 2001年他出演了电影处女作《巴拿马裁凤》 然后就是让他名扬天下的《哈利波特》系列 不过他参演《哈利波特》电影的经过也很戏剧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于1999年 10岁时在《BBC1》的电视电影《大卫·科波菲尔》首次亮相 就在2000年的某晚《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的导演 基斯·哥伦布正好在酒店房间里看这部剧 当时基斯·哥伦布一直在寻找心目中的《哈利波特》 但都没有找到理想人选 《哈利波特》原著作者JK·罗林又要求 哈利一定要是英国人 因此让选角难上加难 但在看到雷德·克里夫在电视剧中的表现后 基斯·哥伦布立刻确信 他将是这个角色的完美人选 这是《哈利波特》 这就是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在寻找的孩子 但因为雷德·克里夫的父母反对 因此这个想法最终也被电影选角导演拒绝了 剧组只好继续寻找合适的人选 然而在2000年夏天 《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制片人大卫·海曼 和编剧史蒂夫·克鲁夫斯 在伦敦那一家剧院见到了雷德·克里夫 雷德·克里夫当时不是来表演的 只是坐在海曼和克罗夫斯身后 并立刻引起两位制作人的注意 有了这次命中注定般的相遇 海曼也试着说服雷德·克里夫的父母 让他去试镜 尽管顺利通过试镜 华纳兄弟还提供了所有系列电影的合约 但因为必须要在洛杉矶拍摄 雷德·克里夫的父母最初还是拒绝 因为他们不希望儿子的生活 完全被好莱坞占满 作为妥协 华纳兄弟向雷德·克里夫提供了一份两部电影的合约 并同意拍摄将在英国完成 从此以后 全英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觉得 这个圆脸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的小男孩 就是哈利波特本人 而在哈利波特系列的前两部电影上映后 虽然有人怀疑 雷德·克里夫不会继续出演他的角色 但值得庆幸的是 由于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雷德·克里夫继续完成了哈利波特系列 最终成为红遍全球的巨星 也证明了雷德·克里夫 确实是哈利波特的不二人选 随着哈利波特系列一步又一步搬上大一幕 他的知名度也随之节节高升 不仅如此 丹尼尔的收入也是涨船高 总估值高达250亿美元 总票房高达80亿美元 而丹尼尔的个人收入 也从第一部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6.2万美元 上涨到最后一步的1670万美元 21岁的时候 他已超越英国王子威廉·哈利的 7200万美元的身家 位居英国30岁以下富豪榜第一位 但同时 人们更愿意称他为哈利 而不是丹尼尔 他的戏路被严重限制 成为魔法世界的主角 是每位哈迷 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对于电影中饰演他的男孩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却是一件烦恼 十年时间饰演同一个角色 对于一个演员而言 是把双刃刀 由于长时间作息不规律 长大后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身高只有一米六五 颜值也不如幼神那般精致可爱 网友纷纷群嘲他 已经成了一位油腻大叔 哈利波特长残了 丹尼尔在纪录片 坦白过内心的恐惧 当自己不再是哈利 回到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就会一事无成 为了打破过有的印象 在2011年最后一部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结束之后 丹尼尔的画风日渐跑篇 2007年 哈利波特凤凰会的密令时 17岁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可以说是颜值的巅峰 那部电影让人们突然意识到了 他已经从一个小孩子 成长为了一个英俊的少年 然而谁知 就在第二年 他就在百老会全罗演出舞台剧 《练马狂》 扮演一个对马 有着近乎痴狂迷恋的马童 在剧中 他全裸出镜的场景 让众多哈迷无法接受 电影《爱杀达令》 是他在离开哈利之后 最出名的一部作品 也是最让人大跌眼镜的一部 从小 一个乖孩子形象 面对观众的丹尼尔 这次可算是逮到了机会 放飞自我 不仅饰演一名同性恋角色 还与丹恩·德哈恩 上演大尺度床戏 这部电影的上映 就像一枚核弹落地 把粉丝心中 对丹尼尔的过有印象 轰了个粉碎 2013年 丹尼尔参演《魔角》 饰演一个 头上长着一对角的小龙人 而且还会逐渐兽化 小龙人至少还是个活物 接下来 他在失控奇幻旅程中 饰演一个 有着瑞士军刀般 多变功能的死尸 他嘴巴可以涌出轻拳 手能打出带火星的响指 甚至放屁 产生的天然气 都能让人在海上畅游 简直就是必备的逃生工具 怪不得男主逃出荒岛的过程中 离不开他 在《奇迹缔造者》第三季的预告中 他饰演着一位牧师 本该是颜色的形象 他却穿上妖艳女装 伴随着浓浓的烟熏装 开始热辣电臀舞 他曾说过 我想告诉大家 我不仅是哈利波特 还是个能胜任任何角色的演员 这一系列不太正常的角色 接连把自己逼向疯狂表演的极限 这几年 丹尼尔的表演被观众们称为 毁童年式的自虐转型 似乎哪个角色与此前反差最大 他就会选择哪个角色 曾经天真可爱的小哈利 早已经历了大胡子 光头 拉里邋遢 全裸出镜 等等各种重口味大场面 丹尼尔的转型之路 目前看起来依然算不上多么顺利 这些自毁形象的努力 在许多网友眼中是一种堕落 在众多人的唱衰下 丹尼尔的心理状况曾出现过问题 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电台记者采访时说道 当时如果我出门去喝酒 我发现大家都会特别对我感兴趣 但他们眼中的我不是丹尼尔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醉汉 而是会说 天哪 你看哈利波特在酒吧喝醉了 因此我就会喝得更醉 好让我不会去注意那些人的目光和谈话 哈利波特让我成了一个酒鬼 他回忆道 只要一个人待在家里 就会把自己灌醉 仿佛这样就能摆脱这个让他畏惧的世界 甚至还有传言 他染上了毒品 只是后来又被澄清 他除了吸烟 从未吸食过其他东西 但幸好 丹尼尔拥有一群支持他的朋友和家人 在他们的帮助下 他摆脱漏席 也意识到自己曾经 不过是沉迷一种当名人的浮华礼 如今 34岁的丹尼尔还在演员的道路上努力着 寻找出路 等着有一天 人们不再叫他哈利波特 虽然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 哈利波特依然是他身上最大的标签 这当然也不全怪丹尼尔自己 相比于哈利波特系列 这样持续十年之久 几乎陪伴一代人成长的IP的巨大影响力 他后来出演的几乎都是既没有大投资的商业制作 也不是能获得奖项肯定的作品 这些作品可能有着不错的新奇度和多元化的尝试 但要依靠中小成本的作品累计来冲淡哈利波特的影子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他疯狂自毁形象的执着背后 当然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自我要求 和对于不断提升表演的职业素养 未来也许他能给我们带来超越哈利波特的惊喜 最后如果喜欢这位影片 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